无人机在军事领域可以说是有着非常巨大的潜力 因现代军事人员的培养需要非常多的资金 而且有钱还不能立即就有可用的人员 而无人机可以保证损失最小的情况下大大提高己方的利益 并且还可以提供侦查和强大的火力 因此深受全球的高度重视 而今天要讲的主角是台湾中科院自主研制的一款无人机 这款无人机名叫腾云无人机 腾云无人机是一种侦查打击一体化多种用途的无人机 它的主要任务是进行侦查、监视和空对地打击等多种任务 它可按照任务需求进行搭载多型光电侦查设备或小型的空对地导弹 腾云无人机的技术数据长度大约在8米 驿站大约在18米 空重为1.9公斤 搭载的是Aveox电动马达 其推力大约在0.3000瓦 并且有人推测腾云无人机的最大航程为10公里 最大速度在每小时56公里 但是这数据并未得到确认 因为腾云无人机编列在机密预算项目中 并且台湾还并未解释腾云无人机计划在何时建立的方案 其中外界最早提及的是长征无人机开发计划 并且有报道称2009年到2013年 长征计划共支出了28亿7千万台币进行大型无人机的研发 并且长征计划的研制成果 在2015年的台北国际舱泰首次展示 并正式代号为腾云 当时官方称腾云无人机出基本的侦察功能外 也可根据任务需求改装为具有战斗力的作战无人机 并且曾在2017年在阿布扎比防卫展中 展示了具备武装火力的腾云无人机模型 在同年台北舱泰展的时候 腾云无人机主义则是挂了救生舱的装备 中科院还曾透露 为空军需求可以为侦察型加挂导弹 从而可以进行危险的侦察任务 在2018年到2021年4年计划中 总共经费为34.5亿元 并且会更换为与美国服役的MQ-9刺身无人侦察机 TP-1331型窝甲发动机引擎 用来解决原先推力不足的问题 而且全新的腾云无人机将会在2019年台北国际舱泰展中对外展示 但是直到2019年10月 TP-1331型窝甲发动机引擎才运到台湾 当时展示的二代腾云无人机并非完善的 之后中科院又对新发动机引擎 机尾引擎进气口和机翼都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 为满足空军的需求 中科院对其进行了远程导航 自动降落等细节进行了设计 并且中科院表示 腾云二代无人机的机翼翼展都有加长 并且载具也有了更多的选择 并且采用的新发动机引擎 让其比之前版本的腾云无人机推力要大上很多 在2020年10月的时候 腾云无人机在制航基地起飞 其在空中飞行超过了两个小时 但是在2021年的时候 编号为MU1611的原型机 在返航的时候坠毁在了台东火水湖 具体原因并未公布 在同年的9月腾云二代无人机从台东移到 汉光演习的相关战术测评中 腾云无人机 预计会在2022年开始投入批量生产 并且空军计划将腾云无人机 为主要成立无人机侦察中队 配备数量可能在10到20架 腾云无人机将会搭载两枚AGM-114地狱火导弹 这种导弹是美国陆军研发 早期的地狱火使用的是激光制导 到后来才使用的雷达导引功能 AGM-114地狱火使用广泛 可以装备在直升机和战斗机上 也可以战备在各种船舰和车辆上 AGM-114地狱火除了可以攻击中小型机动车和建筑外 也可以攻击敌方的小型船只 地狱火二代在1990年开始研发 并且使用了模组化设计多种弹种 其中有AGM-114K高爆弹头 AGM-114K2喷火穿甲弹头等多种 并且AGM-114地狱火导弹 还可以由毫米波雷达来进行导向 免除了激光发射后 还需要射手进行位置激光照射的问题 也避免了天气的干扰 一枚地狱火的重量在106磅 弹头大约重20磅 其射程为8000米 采用的发动机是固体火箭 其速度可达到1.3马赫 并且地狱火导弹从1990年到2007年 已经生产了21000枚 如果腾云无人机搭载这种导弹 将会大大提高自身的战力 而台湾另一款剑翔无人机也是由中山科学研究院研制 比腾云无人机稍早些 并且该无人机是一款反辐射无人机 在刚亮相时就引放了一大波关注 剑翔无人机可以在空中长时间进行警戒 拥有防空侦察能力 一旦发现目标 迅速对敌方发动近乎疯狂的自杀式攻击 可以说剑翔无人机是飞机也是导弹 而且它的威力比普通的导弹要大得多 目前剑翔反辐射无人机已经开始量产 总数量约为104架 未来将会成为空军防空指挥部的标准配备 剑翔反辐射无人机采用的活塞推动 可通过火箭助推发射 机身的内部配置有一个28000瓦的活塞发动机 在空中进行巡逻时 每小时最快飞行速度为185公里 而当发现目标后 在进行俯冲攻击时 它的最大速度超过了每小时400公里 速度非常快 除了速度以外 续航也是剑翔无人机的一大优点 它的续航时间超过了4小时 实用声线可达3公里 从速度和巡航上来看 剑翔无人机无疑是非常优秀的 剑翔无人机自身重量为135公斤 在无人机的头部装载着一个重32公斤的高爆炸药 作战半径在400到500公里之间 范围可以说相当广泛 在外形上 剑翔无人机采用小展显笔三角翼无平尾布局 这套布局让剑翔无人机飞行时 所受到的空气阻力变得更小 保证其飞行过程更加稳定 在剑翔无人机的机体头部位置 还装有被动雷达导引头 它能有效地抗击诱饵辐射源干扰 而且剑翔无人机基本都是以无人机群进行作战 由发射车或载机在短时间内快速连续发射大批量的无人机 不仅能对敌方进行毁灭性的打击 还能掩护自家战斗机 作战方式非常多样化 在剑翔反辐射无人机发射前 可根据任务需求输入作战数据 这样能够更精准地对目标进行毁伤 且在发射后 无人机将会在即将进入目标区域前 先在空中进行探测一番 截获敌方电子讯号 然后再根据之前输入的作战数据对目标进行对比 一旦对比成功 那么无人机就会立即冲向目标设备 给予毁灭性的一击 不仅能将目标设备摧毁 而且就连周边的设备也都难逃一回 剑翔无人机更是被号称为自杀式无人机 说它是无人机感觉更像是一枚导弹 腾云无人机与之相比 优点就比较明显 它可以自己携带武器 不用做出牺牲自己的方式换取火力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 欢迎打在下面的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 如果想了解更多 别忘了给一个关注 要是能顺便点个赞就再好不过了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 感谢大家观看